大家好,我是大威 今天我利用地上的一朵小花 教大家如何拍摄出这种有漂亮的光斑背景的花朵照片 这个方法非常实用 而且运用场景也非常广泛 建议大家提前收藏加关注 以免想拍的时候找不到这个方法了 首先我们手持花朵拍摄一张 这张照片略显普通 我们可以观察下周围的场景 现在刚好的夕阳西下的时候 光线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焦点锁定功能 让远处的天空在焦点以外 这样就可以形成漂亮的光斑效果了 我们首先选择拍照模式 三倍变焦近距离拍摄花朵 对焦花朵并长按手机屏幕对焦位置 直到屏幕上方出自动对焦锁定字样 这个时候我们拿起手机 对准远处的夕阳 这个时候夕阳和天空都在焦点之外 所以虚化形成了漂亮的光斑效果 这时候我们再拿起花朵 放在手机镜头前面 找好焦点位置让花朵清晰成像 然后调整构度 加拉小太阳降低点曝光拍摄 我们将拍摄好的圆片 再做一下后期处理 打开照片编辑功能 剪高光剪阴影加对比度 压暗天空背景让花朵更熟 加亮度和加黑点突出明暗对比 加色温加鲜明度让照片偏暖 最后裁剪去掉穿帮的手指画面 重新构图 第一步后期已经完成 我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增加照片的风格 打开SNAFSI 利用修补工具擦掉穿帮的手指部分 再通过曲线再进一步调色 一张有自己风格的摄影作品就完成了 你学会了吗 我是大V 观众每天分享一个摄影小人生